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你平常遇到感冒发烧 头疼脑热 可能就会跑去医院 包括医院 医学在内的整个医疗体系 关系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危 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对很多人来讲 它同时又是陌生的 隔行如隔山 一个病症是怎样做出诊断又是怎样治疗的 没有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可能就不了解了 尤其是对于像癌症这种疑难病症 对很多人来说更是一个知识上的黑洞 因为这个黑洞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懵懂的状态 医学本身是为了治病救人 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病痛 所以了解这个黑洞背后的原理 对你把握医学的发展脉络 甚至对于你更好的认识人类自己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不需要了解那么多专业知识 但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医生怎样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 做出正确的诊断 吸取由医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智慧 得到每天听本书栏目曾经讲过一本《重病之王癌症传》 它的作者是印度裔的美国医学家 科学家西达多·穆克吉 在那本书里 作者曾经用多年的实践经验 剖析了癌症的致病机理和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 而今天这部《医学的真相》 可以说是穆克吉的另一部重量级作品 这次它站在了整个医疗行业的高度 从一位资深从业者的角度 为你揭晓了医学研究和治疗领域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西达多·穆克吉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 是世界级的癌症问题专家 在很多年前 他就曾经创办实验室 致力于用新型生物方法开发抗癌药物 在穆克吉看来 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门哲学 在这本书里 他就从全局性的视角 为你带来了医学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的全新认知 这期音频呢 我们就从医生的直觉 医疗研究领域的例外 和治疗上的理念预设三个方面 来给你讲讲医学背后的秘密 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先来讲讲第一个观点 敏锐的直觉比单一的检查更有效 我们先来看一个作者本人遇到的真实故事 在2001年 穆克吉的实习期将要结束的时候 来了一位病人 他的症状是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 经常感到浑身乏力 如果仅仅从这个症状上 可以推导出很多病 比如贫血 消化不良 或者仅仅是一次持续很长时间的感冒 都可能带来这种症状 但穆克吉却有一种敏锐的直觉 那就是这个病人可能患有艾滋病 听到这你可能会觉得 这有点太神了吧 在一般人看来 艾滋病虽然听得很多 但在人群当中 它毕竟不是一个概率很大的病 再说怎么也得进行医学上的系统的检查 才能检测出来 怎么可能通过直觉就可以得出结论呢 别着急 我们先来看一看 穆克吉是怎样进行判断的 也许听了这个过程 对你还会有些启发 首先 他在和这个病人交流过程中发现 病人的情绪善变 易怒 自己完全没法控制自己 并且病人的前额上的一些肌肉 已经开始出现萎缩的症状 这在医学上肯定不是一个好现象 进一步了解后 穆克吉得知这个人 在过去四个月当中 已经瘦了24斤 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贫血或者感冒 在这期间 医院曾经给这位病人 做过一些常规检查 都没有查出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其他医生也基本上 没有往艾滋病这方面想 直到有一天 穆克吉下班 在咖啡厅碰到了这个病人 他才十分肯定了自己的猜想 原来他路过的这间咖啡厅 在美国波士顿南部 这里是非常贫困的地区 常年住着大量吸毒者和贩毒者 这个病人有着体面的工作 本来也算中产阶级的一员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咖啡厅呢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 穆克吉发现这个病人 好像在和另外一个中年男子 做着什么交易 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向取款机 很明显 病人是在向这个人购买毒品 这很可能就是查明病因的真正线索 因为吸毒的人在成瘾后 往往会从用嘴吸毒 改为用静脉注射 而静脉吸毒是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 吸毒者往往会把自己的血液 回抽到针管里 冲洗残留的最后一点毒品 如果其他人不提前消毒 就重复使用这个注射器 就非常容易被病毒感染 回来的路上 穆克吉的想法越来越清晰 如果这个人吸毒 那他患上艾滋病的可能性 就非常大了 随后的一个星期里 他让那个病人做了非常系统的 艾滋病病毒检测 最终发现 这个人确实是患有艾滋病 从这个故事中 你可以发现 穆克吉对病情的判断 并不是平面的 而是立体的 所谓的立体就是说 穆克吉不仅仅依赖于 单一的医学检查 而是还把眼光 放在了整个生活的维度 我们已经知道 吸毒滥胶这些行为 都有可能导致艾滋病 但如果单纯在医院里 做常规检查的话 是不容易发现的 这就必须要扩大观察的范围 把视野放到生活里 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敏锐的直觉 比单纯的医疗检查更重要 注意这个观点的表述 他说的是 良好的直觉更重要 而不是说医学检查不重要 怎么理解呢 所谓的直觉 并不是一个 悬而又悬的空洞概念 比如穆克吉的直觉 实际上就是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的医学知识 一个是基本的医疗检查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对整个生活维度的感知 这三个方面缺少了任何一个 都不能说是良好的直觉 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感知 那可能就会像之前一样 错失机会 怎么也想不到 给这个病人做系统的 艾滋病毒检测 如果没有医学知识 和基本的医疗检查 那所有的猜测 也只能是猜测 最终 是靠这三方面 才构成了穆克吉的直觉 就比如 在之前的医疗检查当中 患烟室的医生 曾跟穆克吉抱怨说 这个病人的静脉太硬 几乎都抽不出血来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这恰恰是因为 病人在生活里 长时间的注射毒品 静脉已经被拧血块堵住了 再加上之前 对病人的情绪 肌肉萎缩 包括在咖啡厅的交易 这些综合信息的判断 才让穆克吉下定决心 给病人做系统的艾滋病毒检测 回到问题的根本 作者提出 敏锐的直觉 比单纯的医疗检查更重要 并不是在否定医疗检查的作用 而是在提醒 众多的医疗从业者 甚至病人 不要盲目地依赖医疗检查 因为医学本身 是一个处在 不断发展当中的学科 任何一种检查标准的划定 本质上都是概率 也就是说 达到这个标准 不一定是患上这种病 只是说 得这种病的概率非常高 既然是概率 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就需要生活经验 医学知识等等作为弥补 换句话说 需要医生敏锐的直觉 在这里 穆克吉还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你走在热闹的菜市场 街边的一个人 正在做扔硬币的赌博游戏 这个人扔了12次 都是正面朝上 那么如果问你 他下次再扔正面朝上的 比例是多少呢 按照单纯的数学算法 这个概率是50% 可从生活的直觉出发 你隐约可以猜到 这个硬币可能是被做过手脚的 是个常见的江湖骗局 所以概率的不确定性 需要用良好的直觉进行弥补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 第一个观点 敏锐的直觉 比单纯的医疗检查更重要 作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 也就是对一位 艾滋病人的观察和诊断 说明了生活经验 医学知识 和医疗检查同等重要 他们共同构成医生的直觉 医学本身是一个 发展当中的学科 任何划定的检查标准 本质上都是概率 概率的不确定性 需要用良好的直觉进行弥补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观点 对例外的关注 是医学进步的起点 每个人都知道例外 并且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和各种例外打交道 比如说 你讨厌某一种颜色的衣服 但如果这个颜色的衣服 有某种让你着迷的图案 你可能也会接受 再比如说 你不喜欢和某一类人打交道 但如果这个人和你在某一点上 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们可能也会聊得很好 这些都是常规和例外 这对矛盾 在生活中的体现 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更喜欢常规 不喜欢例外 因为既然是常规 它就是经常出现的通用性规则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了常规 遇到那些反常规 也就是例外出现的时候 总是要或多或少地 克服一些心理障碍 但实际上 恰恰正是这些例外 构成了人们开始进步的起点 比如说 你能够接受虽然是讨厌的颜色 但也有某种图案的衣服 这说明你的审美拓展了 你试着和那些之前不喜欢 但又有共同爱好的人交流 这说明你的人际圈子扩大了 对例外的接纳和关注 或多或少 都会给你带来生活上的进步 在医学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很多时候 这条路通常比较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开展一项 医学研究的成本非常高 对于研究得出的结论 医学家们往往不愿意 轻易地由于例外的出现 就把它推倒 所以长期以来 医学期刊都拒绝出版 关于例外的研究报告 在很多国际会议上 当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 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的时候 如果有人提出 遇到例外怎么办 这类话题 结果也往往是不欢而散 或者闭口不谈 但实际上 闭口不谈并不能改变 例外真实存在这个事实 反而是抓住 这个例外的机遇进行研究 才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进步 比如在2009年 癌症医学家索利特 开展了一项 关于某种药物 对癌症治疗效果的研究 他发现 44位膀胱癌晚期患者 在服用一种抗癌药物之后 结果却很不理想 他们的肿瘤 只是缩小了一小点 但例外出现了 在2010年4月中旬 来了另外一位病人 他的整个腹部都长满了肿瘤 而且肿瘤已经侵入 肾脏和淋巴系统 在看起来 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这位病人服用了该药物 结果几个星期以后 他体内的肿瘤开始消退 大量侵入肾脏的肿瘤 也慢慢消失了 15个月以后 当医生再次为他做扫描的时候 已经几乎看不到 任何肿瘤的痕迹 这个结果非常令人吃惊 索利特的研究 也是从这个例外 为切入点进行的 他把这位例外患者 在服药前的肿瘤样本 和其他人做了对比 结果发现 尽管这个人 在肿瘤的症状上 和其他人非常相似 但在肿瘤的基因上 却有着明显的变异 是这种变异 导致了不同的人 对抗癌药物的反应都不同 通过这个研究 人们发现了基因 和肿瘤治疗之间的关联 这种关联 在之前的常规治疗中 是经常被忽略的 医生对待某一类肿瘤 往往更倾向于 采取同样的药物进行治疗 但这种关联的出现 让人们意识到 即便是同样的癌症 也会有更细致的区分 还会有不同的 药物治疗方案 更进一步而言 这也为后来更多 具有针对性的 抗癌药物的研制 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这个案例是穆克吉 在这本《医学的真相》中 讲到的 穆克吉是一位 癌症医学专家 从他的身份来说 提这个案例 是再自然不过的 但让人钦佩的是 穆克吉的眼光 不仅仅局限于 癌症的治疗 甚至不仅仅局限于 医学领域 他还把视野 投向了更广的 自然科学研究范围 并指出了 对例外的关注 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这样一条普遍规律 比如 很多人都知道 哥白尼的日新说 他主张包括地球 在内的众多行星 都是围绕太阳来运转的 这个现在看来 是个常识了 但是在当时的欧洲 这可是非常轰动的学说 因为在之前 基督教会告诉人们的 都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不过 尽管哥白尼提出了 太阳中心论的学说 但行星运行的具体轨迹 还是靠后来的人 才得到论证的 在哥白尼之后 有一位天文学家 叫蒂古 他就构建了一个模型 指出了行星 是怎么围绕太阳旋转的 蒂古这个模型非常了不起 它的长处就在于 测量的精准 这个模型几乎适用于 所有行星的轨道 其中唯独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火星 他发现 如果按照这个模型 火星经常是 忽前忽后地 做只字形运动 蒂古把这种现象 称作火星的逆行 在蒂古看来 这个模型已经足够完美了 有个别例外出现 也是正常的 可问题是 放着这么大的火星逆行 这样的例外 怎么就能说是完美呢 最终 蒂古的一位助手 捡起了这个例外 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 他发现 蒂古的模型之所以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参照系问题 于是他改变了之前的参照系 进行了重新测算 最终完善了蒂古的模型 也完善了哥白尼 天体运行轨道的问题 这位助手就是开普勒 他最终也被人们铭记 成为了文艺复兴期间 另外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观点 对例外的关注 是医学进步的起点 人们在生活中更喜欢常规 不喜欢例外 因为常规是经常出现的 通常的规则 反常规的现象 往往需要人们 克服心理障碍 进一步去探索 才能发现这其中隐藏的秘密 医学领域 由于开展研究的成本太高 医学家往往不愿意 由于例外的出现 推翻之前的研究成果 这也阻碍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通过对抗癌药物 和肿瘤基因之间关系的研究 指出对例外的关注 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并把这个规则 拓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观点 过度的理念预设 会阻碍医学的发展 什么叫做理念预设呢 它是指一个事情 在没开始之前 人们头脑中 就已经对它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这种看法 可能会左右人们之后的行为 这里我们做一点说明 原书中将这些固定的看法 称为偏见 但我觉得用理念预设 这个词可能更客观 下面就继续使用 理念预设这个词了 在生活当中 理念预设的现象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 你在城市里开车的时候 由于已经习惯 这里上下班的节奏 你大概知道 在五六点钟的时候 或是晚高峰 所以如果你想顺利 到达目的地的话 要么早点出来 要么晚点过去 这种对晚高峰的预判 就是一种理念预设 从这个例子 你能看出来 有理念预设 并不一定绝对是坏事 利用好了能够帮助 人们提高生活的效率 但问题是 凡事总要有个度 如果理念预设过头了 就会形成偏见 反而影响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 地域偏见 比如说 认为某某地方 民风飙悍 某某地方的人 奸诈狡猾等等 你可能还没有到过 这些地方 就对这里 敬而远之了 这就属于 过度的理念预设 这种情况 如果到了医学领域 它的影响 可能就更明显了 过度的理念预设 不仅对治疗疾病 没有帮助 反而还可能 会带来危害 比如在20世纪早期 外科手术 发展到一个小高峰 外科医生们 设计了很多 非常周密的手术 来治疗各种病症 这其中也包括 恶性肿瘤 也就是癌症 由于当时 对于肿瘤 在微观层面的 研究发展水平 还不够 医生们采取的方式 更多的是 切除整个患病的组织 注意 这里的整个患病组织 和肿瘤本身 并不完全一样 比如说 一个人的小腿 膝盖以下 长了一个肿瘤 现在更可能 采取的治疗方法 是把小腿的 局部肿瘤切掉 然后辅助放疗 化疗 药物治疗等等 但在当时的 医疗水平下 人们做的可能就是 把整条腿都截肢了 之所以这么做 是基于当时 医学领域的 一个普遍认知 那就是 癌变的组织 是恶性肿瘤的根源 只有把这些组织 彻底清除掉 才能够根治癌症 到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人们对癌症的理解 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医学家们发现 彻底切除患病组织 并不应该是 治疗癌症的根本手段 因为肿瘤的本质 在于癌细胞的变异 也就是说 癌细胞本来 也是人体的细胞之一 只不过由于 它们受到了 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 出现了细胞分裂的失控 开始无限增殖 最终形成了 人们常见的肿瘤 影响到正常的 有机体生长 从而危及人的健康 所以肿瘤 只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原因 也就是说 你把这恶性肿瘤 连同它所在的 整个组织都切掉 只是把癌细胞 产生的结果之一灭掉了 但癌细胞 在体内的传播 并没有解决 更糟糕的是 在很多手术之前 癌细胞 可能早已经转移了 它们还会在身体的 其他部位 形成新的恶性肿瘤 这也是为什么 在实施组织的 整体切除手术之后 癌症还会复发的 原因之一 但正是因为 早期外科手术的 快速发展 让人们误以为 切除整个组织 就可以治疗癌症 所以这种方法 在几十年来 一直长生不衰 一份调查统计报告 从1900年到1985年 将近100年的时间里 全世界有将近 50万乳腺癌患者 被实施了乳房切除手术 但切除之后的复发率 仍然是相当高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人们对癌症 产生的微观原因的发现 是在五六十年代 这个时候距离 二十世纪早期 已经过去了 将近半个世纪 为什么直到1985年 还有这么多例的手术 靠切除整个患病组织 来治疗癌症呢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在于 过度的理念预设 也就是说 虽然医学水平发展了 医生也知道 肿瘤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但早期采取的治疗方法 仍然构成了一种理念的惯性 尽管很多时候 对于一些局部的恶性肿瘤 也可以采取 其他的治疗方案 但人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把整个组织都切掉 这种强烈的理念预设 让医生找到一种安全感 在他们看来 这些所谓的新理论 新方法也许管用 但切除整个组织 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 这么做 可能至少不会犯错 那么怎样避免 这种过度的理念预设呢 木克吉指出 最根本的 就是要避免思维的固化 这就需要广大医疗从业人员 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 更多地去了解 医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不断突破自己 之前认为的常规 更多地去关注 对个案的研究 回顾到医学的本质 医疗最终面对的是 人的生命和健康 而人不是机器 它的复杂性决定了 医学发展的无限性 绝不能因为过度的理念预设 想当然地参照之前的惯例 来对待新的个体 这也是对人生命最大的负责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第三个观点 过度的理念预设 会阻碍医学的发展 理念预设是一个中性概念 是指一个事情 在没有开始之前 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了 对它固有的看法 适当的理念预设 可以帮助人们 提高生活的效率 但过度的理念预设 则会阻碍人们 对世界的认知 在医学领域 过度的理念预设 比如早期通过 切除整个组织 来治疗癌症 形成的思考惯性 阻碍了医学的进步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面再为您总结一下 第一 敏锐的直觉 比单纯的医疗检查 更重要 作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 也就是对一位 艾滋病人的观察和诊断 说明了生活经验 医学知识和医疗检查 同等重要 它们共同构成 医生的直觉 医学本身是一个 发展当中的学科 任何划定的检查标准 本质上都是概率 概率的不确定性 需要用良好的直觉 进行弥补 第二 对例外的关注 是医学进步的起点 人们在生活中 更喜欢常规 不喜欢例外 因为常规 是经常出现的 通常的规则 反常规的现象 往往需要人们 克服心理障碍 进一步去探索 才能发现 这其中隐藏的秘密 医学领域 由于开展研究的成本太高 医学家 往往不愿意 由于例外的出现 推翻之前的研究成果 这也阻碍了 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通过对 抗癌药物和肿瘤 基因之间关系的研究 指出对例外的关注 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并把这个规则 拓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 第三 过度的理念预设 会阻碍医学的发展 理念预设 这是一个中性概念 是指一个事情 在没有开始之前 人们头脑中 已经形成了 对它的固有看法 适当的理念预设 可以帮助人们 提高生活的效率 过度的理念预设 则会阻碍人们 对世界的认识 在医学领域 过度的理念预设 比如早期通过 切除整个组织 来治疗癌症 形成的思考惯性 阻碍了医学的进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